当时生他们的时候 我是191斤 然后坐在那儿 看不到膝盖那种感觉 我记得曾经我们采访过 一个舞胞胎的女生 在这个舞台上 她说自己的肚皮 撑得像蛋壳一样 很薄都快破了 对 真是那样 生完他们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的肚子 表面这一层皮 是完全掉了 它脱皮 内脏被挤压的那种感觉 很难受 很累 真的很累 很累 我现在看到孕妇 我就感觉 我自己就感觉累 所以你没有撑足 10个月就上了吧应该 没有 7个月11天 那每次产检 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也没很经常去 就是5个月查出来是 舞胞胎之后 然后也没有怎么再查过 7个月11天 然后当时 头一天夜里 就有感觉不是 我也没 我这个人心有点大 我也没当回事 只有心大的人 才能回来5个 我就想着 然后第二天早上去 就去住院 然后就走到医院 人家说不能带了 直接就进手术室 说一下那天的事吧 那天反正是 你看去的时候也比较急 我也没想着是 走到就生了是吧 但是有一次参见 也没带他们的 什么这些 送他们的这些东西 我们什么都没带 然后又到了 走到之后 检查完直接推手术室 然后家里又送这些东西 送完他们的东西之后 就是5个小孩 人家送完之后 就是一个小孩 一个吃是吧 然后我们也没有 这么多人推啊 不不不 你这就已经生完了 他生了手术室 我是说进铲房之前 进去再出来 这整个过程 进去之后 然后检查完 就开始打麻药 然后说这些事 是抛着吗 抛 对 抛完 你紧张吗 你在门口 紧张 他紧张 我记得 生他们之前的 就是检查嘛 好像我听着里边大夫 两个大夫还在那说 赶快去买彩票 今天来的是一个 五国态的妈妈 就整个过程 你是不知道的 你是打了麻药 是吧 我听他说 然后进手术室 肯定要签字 做手术是吧 这样的风险 肯定比正常孕妇要大 是吧 然后让他签字 他就说 吓了他的手 都不会协制了 你心里担心成这样 对对对 我当时看见 孩子的第一眼 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感觉这孩子 那么小 感觉就是 当时说的是 最重的是 三斤二两 一共才七个月 五个吧 那最轻的呢 最轻的二斤八两 二斤八两 另外三个男生 下去自由活动 好吧 还说女孩乖 他们是不是